眾所矚目的ePad現在就在我的手邊 然後呢我現在請到ASUS的PM來為我們做一些講解 然後我有幾個問題 首先我想要請問一下這什麼時候會正式上市呢 我們也很高興ePad終於出來了 我們預計在明年2011年的Q1上市 那在就是預售價格呢 預售價格在尺寸的部分呢 我們目前公佈的預售價格大概是449塊美金 那你可不可以再告訴我們ePad的產品特色呢 華碩這次發表了ePad我覺得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其實站在US的角度它非常好用 你用手指頭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操作 這已經符合現在大家的使用方式 第二個呢這ePad裡面呢它有內建很多的電子書的瀏覽器 華碩會跟很多的電子書的瀏覽廠商 包括香港、台灣、大陸、美國、日本、歐洲 都會有各式各樣的這種電子書可以觀看 第三個很重要的就是ePad呢它本身具有一個完整的接口 它有Camera、它有USB接口、它有SD卡的接口 你跟其他電子裝置的連結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所以你可以用Camera去照相上傳到YouTube 或是說你用你的數位相機、SD卡直接插上去 你就可以去存取它 這是非常方便 那我想要請問它是不是還可以銜接其他的硬體呢 除了你剛剛講的那一CAMERA之外 當然對ePad來講它有標準的USB 任何USB的裝置都可以銜接 另外呢我們會讓User使用方便 因為有時候User回到家 他只是想放著用ePad很好的螢幕去看影片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Docking的部分 這樣你看這個Docking的部分放上去 再加上這個Docking旁邊附贈的這個鍵盤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完整的電腦 對 好 非常謝謝你詳細的解說